紧挨着洛杉矶的110号高速公路,下方是湍急的河流,在沿路数十个游民帐篷中,有一座房子特别引人注目。 据报道,来自威地马拉的迪亚兹用废品搭建了这座房子,它已经在这个远离学校、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地方居住了两年。 虽然高速公路的噪音不断,但迪亚兹的临时住所设施齐全,有一条通往前门的水泥路,另一侧还有种满花草树木的小院子和烧烤区。 他告诉福克斯新闻,他在屋内放了床、电视和连接路灯的电源延长线,并设有厕所,但没有自来水。 然而,附近居民对此感到不悦。 如果每个人都做得到,或每个家庭人都做得到,我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。 我认为那些家庭人必须有些库房子。 目前,洛杉矶市仍有4万多的游民露宿街头。 市长巴斯在本周的事情咨文演讲中,呼吁企业老板和慈善机构向游民提供住房资金。 新唐人电视台《洛杉矶记者站》采访报道。 新唐人电视台《洛杉矶记》